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天庄卸不掉 眼睛红正 还是心态很好 要等到90天后 最后崩溃哭了 最近形成如此繁忙的张少涵 竟然出了这档子乌龙事件 因为助理买的假睫毛浇水太牢固 差点泄不下来 最后眼皮也被弄红肿 看着样子超可怜 不过网友们还是被张少涵的幽默逗笑 他在影片中自嘲总有一天会掉的 不过最后还是在他坚持不懈的努力下泄掉了 就是不知道掉了多少根睫毛 众所周知 艺人的形象是很重要的 造成这样的情况已经属于助理工作失误了 不过张少涵依旧心态很好 这个视频里也看得出 他平时和工作人员相处一点家子都没有 发生了这样的事 大家也都是西向弄貌的带过了 没有责备对方 还有网友爆笑评论 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眼亮助理吧 的确为了卸妆 现在张少涵一直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状态 哈哈 好 谢谢 都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